鲨魚在地球存活4億年,成功避過5次絕種的威脅 但它們偏偏逃不出人類的魔掌 一手將鲨魚趕盡殺絕的,是一個小小的城市,香港 海底交易,香港是屠沙主犯 香港是全球魚翅酸紐,過去10年有少過145個國家和香港做魚翅貿易 統計署的資料顯示,原來每年香港入口的魚翅足足超過1萬公噸 有記錄的出口就超過5000公噸 一個國際海洋保育組織的數據就說 香港的魚翅貿易量足足佔全球的58% 而中國就佔了36% 現在我們食等的魚翅,有4成來自14種面臨絕種的鯊魚 但為了我們華人的胃口,就連非洲國家都捲入魔鬼交易 從事海洋保育研究的蛇國豪,就跟一隊攝製隊去到莫桑匪黑 了解這些魔鬼交易,如何影響鯊魚的生態 他眼前見到的血腥畫面,以前根本就不會在當地出現 其實,這片海洋本來是一片鯊魚的落土 當地人很少騷擾他們,更不會拿鯊魚來吃 但是... 大概10年以前 對於中國市場 俄羅斯基爾人被其他人的影響 去針對鯊魚 所以他們可以拿鯊魚去中國市場 就連泥頭搖這些鯊魚以外的魚 因為可以做魚翅,都一樣做樣 每天都幫漁民拿大魚或沙魚上來的幫助 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影響 其實那些魚翅就是在一條1.5米長的結他筆 拿上來的,可能1.5米很大條 但原來我發覺那條結他筆需要1.77米或以上 才可以成熟生嬰兒 如果長子下去,我們捉的速度快過生長的速度 不給機會生嬰兒,我們就捉了 可能未來來說,都很可能是 unsustainable 香港操控著這個魔鬼交易 令到全球的海洋一片血腥 那又是否大家想見到的事呢? 好,謝謝 好,謝謝 感谢观看